大家好,欢迎来到三位书屋,我是志恒,每天为您提供新内容。 国人吃晚餐四大坏习惯,把晚餐看得太重,吃得太晚,吃太多太油,经常在外就餐。 虽然说用五毒俱全形容晚餐有点太激进了,不过在一日三餐中,国人的晚餐的确是五花八门的。 有人大鱼大肉,有人以粥果腹,有人干脆不吃,时间跨度也从傍晚五六点一直到凌晨一两点。 花样多造成了毛病多,五毒俱全不至于,但肿瘤和消化专家表示, 以下五种晚餐,长期食用,对身体的伤害一点也不亚于吃毒。 五种最伤人的晚餐 一、老吃剩菜,当心亚硝酸盐 亚硝酸盐唯一级致癌物。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营养支持与治疗委员会秘书长孙玲宇教授表示, 曾有国内学者实验,将中午剩菜放入冰箱,六小时后拿出加热, 发现亚硝酸盐含量都有所增加。 炒青菜增加16%,红烧肉增加70%,超过了国家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 而18小时后,所有菜品亚硝酸盐含量均超过国家标准。 所以,做饭最好一次吃完,如果剩菜凉透后应立即放入冰箱,存放时间不宜过长,最好能在五个小时内吃掉。 鱼虾蟹贝类等高蛋白质的最好一顿搞定,否则剩了再吃对一线不好。 肉类一定要将其热透,最好加热十分钟以上,或微波炉加热一分钟以上。 不要吃热水或者菜汤泡的剩饭,以免加热不彻底。 二,喝酒过量伤神经,损肝胃。 高兴也好,痛苦也罢。 晚上腰上三五好友好饮,是很多人的选择。 哈医大寺院消化科副教授刘勇表示, 酒精会使人体的神经系统从兴奋到高度抑制, 严重时还会破坏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 啤酒虽然浓度较白酒低, 进入人胃后,可以使胃壁减少分泌前列腺素液, 造成胃黏膜充血和水肿, 出现食欲减退,上腹胀满。 因此,晚饭最好不要饮酒, 尤其是睡前四到六小时内。 如果酒局无法拒绝, 喝酒前最好来杯温牛奶保护胃黏膜。 需要注意的是, 白酒和啤酒千万别选冰镇的, 喝醉了可以喝点绿叉结酒, 适量的红酒要比白酒啤酒好得多。 三,不吃晚餐, 胃喊饿, 神经受累。 在减肥圈子里, 锅五不时甚为流行。 这样的饮食习惯减的不是肥, 是你的健康。 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会理事, 刘铁夫教授介绍, 胃内食物的排空时间, 大概在四到六小时之间。 排空之后, 胃会继续分泌胃酸。 如果没有食物中和, 胃酸会长期侵蚀胃粘膜。 多数减肥女性晚餐不吃主义之后, 并没有增加动物性食品和豆制品, 蛋白质摄入量严重下降, 同时还导致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缺乏。 此外, 加班人群, 由于消耗能量大, 不吃晚饭会使神经一直保持兴奋, 得不到正常休息, 影响第二天工作和学习效率。 四, 吃得太辣, 伤肠胃, 饶睡眠。 辣椒所含的辣椒碱等刺激性特质, 会通过刺激人体舌尖, 进而刺激大脑中枢神经和身体各部分的神经末梢, 导致心跳加快, 体温上升和较长时间的兴奋感, 最终引起入睡晚和睡眠质量不高情况的发生。 因此, 麻辣食物是晚餐雷区, 对患有口腔炎, 咽喉炎, 支气管炎症, 消化性溃疡, 胃肠炎, 胆囊炎, 慢性胰腺炎, 以及高血压等疾病的人更是禁区。 五, 加工肉太多, 增加癌症风险。 烤肉是很多肉食动物们晚餐桌上的上爵, 抗癌协会肿瘤营养支持与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周春龄教授表示, 晚餐食用过多烧烤, 熏酱的肉类食物, 如红肠, 烤肉等, 不仅营养欠佳, 还会影响消化。 在烧烤食物的过程中会发生美拉德反应, 气味虽香, 但影响蛋白质的消化与吸收。 因此, 晚餐聚会应尽量远离烤肉。 高血压关心病患者和消化吸收功能减退的老年人更应注意, 尽量用蒸、 煮、 炖等少油少盐的方法。 中老年吃错饭, 吃出病。 科学家最新研究发现, 很多疾病发生的原因之一, 就是来自晚上不良的饮食习惯。 特别是中老年人, 晚餐吃得过多, 不当, 会使身体受到以下几种侵害。 一, 结食和骨质疏松症。 常食夜宵, 一方面, 因尿盖含量高, 人睡后不能及时排出, 促使尿盖浓缩沉积, 使尿路结石形成增多。 另一方面, 因尿盖浓缩而降低体内盖的储存, 可导致骨质疏松和骨脱钙。 此外, 在夜宵后, 会有相对缺水情况, 骨质的缺水更能令骨质疏松。 二, 引起神经衰弱。 晚餐夜宵, 可使胃肠道膨胀, 必然对周围器官肝胆, 甚等器官压迫。 这些压迫信息, 会传给大脑。 早期可诱发出各种噩梦, 久而久之, 会出现精神萎靡, 和疲劳不堪的表现, 最终发展成为神经衰弱。 三, 诱发现代病, 能吃出二型糖尿病。 晚餐过多, 可使血液中的胆固醇和甘油三支明显增加, 逐渐沉积在血管壁, 造成动脉硬化和血压升高, 进一步发展成心脑血管疾病, 和胆结石症等多种疾病。 除此之外, 晚餐吃不对还有更多问题, 比如肥胖、高血压、 一线炎、睡眠质量等问题, 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晚餐究竟要怎么吃呢? 八分饱到底该怎么拿捏? 一, 时间, 要间隔三小时, 晚餐到底什么时候吃合适? 理想的状况是, 距离就寝, 休息至少三小时, 如此可以保证睡觉时 胃力食物已经残留不多, 不会影响夜间的睡眠质量。 餐后也有时间做点活动, 有助于降低发胖的危险。 也就是说, 如果晚上十点休息, 那么晚餐应当在六到七点。 二, 食物 最好选富含色胺酸的食物, 比如小米、 海藻等, 海带、 紫菜, 色胺酸可制造退黑素, 可以调节睡眠。 还要多吃牛奶、 蛋类、 动物肝脏等富含维生素B, 以及小麦、 白菜等富含维生素B的食物。 维生素B有助于消除焦虑, 还有利于安眠。 三, 饮料。 喝点蜂蜜或牛奶。 晚上以隐秘糖水。 蜂蜜中的葡萄糖、 维生素、 鎂、 磷、 钙等可以调节神经系统功能, 缓解神经紧张, 有助于夜间保持血糖平衡, 促进睡眠。 牛奶能清除紧张情绪。 其中含有的促进睡眠的L4氨酸, 具有一定的镇静催眠作用。 临睡前一小时, 喝一杯加蜂蜜的牛奶, 更有益于睡眠。 四, 食肌。 三十分钟撂筷子就是八分饱。 一日三餐, 应做到能量上的科学分配。 早餐占25%到30%, 午餐占30%到40%, 晚餐占30%。 从数字上看, 早餐相对午餐和晚餐来说, 的确可以吃得少点。 如何控制晚餐的比例呢? 很多人说, 八分饱, 七分道, 就是在已经不饿, 但是还能吃的时候就不要吃了。 在吃的欲望得到烧减以后就不要吃了。 可是有人表示, 我什么时候都可以吃啊。 后来, 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操作的方法, 那就是, 早饭过程中, 发现自己还能在饭桌边上吃上半小时的时候, 就提前把筷子放下, 不吃了就行了。 五, 晚餐多吃素, 量要少。 晚餐最好以素食, 以及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为主, 而蛋白质, 脂肪吃得越少越好。 如果进食大量高脂肪, 高热量的食物, 容易使血脂升高, 血液循环更缓慢, 不仅容易导致消化不良, 肥胖, 还会增加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 常听说一句话, 早餐是给自己吃的, 晚餐是给医生吃的, 可见晚餐对我们的健康影响如此之大, 对此, 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一定要发给身边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